柬埔寨血奴惨案 我国警察 可以过去抓人吗 火简直 震碎我三观 怎么回事呢 又前不久 江苏一小伙 被骗至柬埔寨 进行火候诈骗 因拒绝被诈骗公司 当成血奴 乔治抽血 险些丧命 据他说 是面对他一块被抽血的人 就被这个诈骗团伙威胁 说要卖他的器官 结果第二天人还消失了 这也太恐怖了吧 而这个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这些诈骗公司呢 其实很多 都是咱们中国人开的奥推 他们往往通过熟人 高薪引诱等方式 把很多人从国内骗到柬埔寨 像金鞭啊 嘻哈努克 还等所谓的原序理 然后通过聘请的雇佣兵或他什么 胁迫威胁他们 通过杀猪牌等方式 在网络上进行行骗 当然 来了 你可就别想走了 如果玩不成业绩 或者不听话想逃跑 往往都是面临着电棍 电机等铺打 实在没有价值呢 妈也没事 直接被当成血奴 拿去卖血卖器官 或者当成劳动力给卖掉 实在是很难想象 都现在这个时代了 竟然还有如此的奴隶贸易 那肯定有人问了 这些坏蛋 在国外侵害咱们的同胞 我国法律可以制裁他们吗 这个当然可以了 依据刑法第七条第八条的属人原则 不管是中国人在国外犯罪 或者是外国人侵害咱们同胞 咱们刑法都可以转 但有人又问了 我们警察可以直接去柬埔寨 抓人吗 哎 这个肯定不行 咱们警察呢 只是在国内用执法权 到了国外呢 也只能是普通游客了 也不能拿枪过去直接抓人 况且这些犯罪团伙呢 也很危险 都持有各式重绩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就放上他们违法犯罪吗 啊 这当然不是了 关于这种跨国犯罪的执法权问题呢 一般有两种解决途径 一种呢 就是通过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该组织呢 目前是仅次于联合国的全球第二大国际组织 有190多个成员国 我国呢 也于1984年加入 如果这个罪犯呢 在这些成员国当中 哎 那就可以发一个红色通报啊 也就是红色通缉令 或者你们说的S级通缉令 关于通缉令的知识呢 我之前也讲过 大家可以去看 然后就可以向对犯所在的国家提出申请 进行协作制法 但遗憾的是 我查了一下 2019年3月份成员国名单 哎 好像没有柬埔寨 这也可能是为什么 这些人都跑那里去了 这个 当然没关系 还有第二种途径 就是两国呢 可以直接建立双边合作 我国公安部呢 于2019年8月 与柬埔寨国家警察总署 共同成立了协调办公厅 共同打击中国人 在柬埔寨 那有人又问了 如果我是被他们拿枪指的 被迫进行诈骗的 那我会被判刑吗 这个呢 属于刑法28条固定的 协同犯的情形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我建议啊 这些被迫参加的同胞们 你可以勇敢的站出来 举报这些人 协助我国警方 打击犯罪 拯救更多的同胞 估计可能就不处罚了 好家伙 这真的是离谱 他妈妈给离谱 开门离谱到家了 这都是变的 不带这样反转的 白亮 就前两天 柬埔寨警方通告 说这所谓的血奴案 纯属编造 根本没有 被媒体报道的血奴李某呢 是偷渡去柬埔寨的 换来严重的干病 根本就不是被人抽血了 那问题来了 柬埔寨的警方通告 可信吗 目前呢 确实也没有透露 其他更多的细节 以前呢 也没有更多当事人出来爆料 我个人呢 其实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毕竟这事呢 对于柬埔寨的国家形象 它是一个负面影响 这以后 谁也敢去那里投资旅游啊 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 简直就是犯罪者的天堂 那他们肯定是不能认啊 如果说确实啊 这哥们是编造的假消息 而且还是偷渡过去的 那不用说 肯定会根据柬埔寨当地的法律 接触处罚 当然啊 我们国家的根据蜀人原则 也是可以管辖的 但是在外国已经受到 刑罚处罚的 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那问题又来了 如果这个不可信 那那些受害的在检国人 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没有人权自由权 他动不动还会被揍 我想了半天 确实是一个悖论 如果都不可信了 我再去找当地警察 那还能管用吗 我建议呢 还是求助咱们筑检大师 让咱们自己人去协助报警 这个可能还管用 最后呢 我还是强烈建议 尽量不要去某些特殊的国家 对于这件事 你们觉得可惜吗 男子入室杀害 前女友获死刑 谁说婚恋纠纷必经判 这也太变态了 感谢前人们不杀之恩 前人 没有啊 之前呢 四川发生了一件命案 不满八岁的刘令 亲眼看着母亲被突然 错门二个男子 屈某杀害了 究竟俩人有啥身仇大恨 非要杀这个谢分呢 原来顾某的是屈某的前女友 两个人好了一段时间后呢 顾某看屈某 又赌博又喝酒 就和屈某分手了 屈某一看这不干了 你什么意思 看不起我啊 还是外头有人了 对顾某那是一个死缠烂打 都分手一年多了 还持续不断骚扰人家 公安警官呢 也多次警告和训诫 但此人头非常的铁 牙根不怕 继续骚扰 辱骂顾某 直至叫他杀死 其实听到这 有些事非常让我担心 大家都知道啊 加害人与受害人 一旦占亲戴故的话 这件事情就复杂起来了 家庭纠纷 包括婚恋纠纷导致的凶杀案 法官都是慎用死刑的 甚至轻判的可能性都非常大 像妻子被丈夫家暴 忍无可忍将其反杀的案件 通常都不会判死刑 当然了 对方法这样做呢 跟咱们的国情是分不开的 咱们中国人呢 比较注重 血人啊 亲情啊 家族啊 不想死了一个 又进去一个 而且这种案件呢 通常是激情杀人 或者过失杀人 家人没有那么大的主观恶意 和社会危害性 再加上家人 连理之间的纠纷 往往也说不清楚 到底是哪方过错 这个清官还难断家务事 那这件事情的最后呢 法官是怎么判的呢 这个案件呢 一审 屈某被判的是死缓 但二审 却改判死刑 立即执行 这挺好 大家可以把正道之光 打到后面上 法官判死刑的理由 是什么呢 法官认为啊 是 婚恋纠纷 确实要慎务死刑 我承认 把最高法指导的对 但是这案子的性质 它也不是婚恋纠纷 确实 你们俩曾经是情侣 但是分手一年多了 都没交集了 你还回头来杀人家 并且公安警告 训练你这么多次 你听都不听 继续实施骚扰 辱骂 恐吓的行为 不仅对顾某 还对其家人 同事及周围的人 都产生了严重的营兴 这可就是 严重破坏 社会秩序的行为 都让法官 给出了一个 私刑不亏的结论 最后呢 说要告诉大家 不要在垃圾桶里 找对象之外 我还想提醒一句 别以为你伤害的是 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老婆 就没事了 该死刑的 一个都逃不掉 对于这样的判决 大家支持吗 火简直离了个大谱 我强烈建议 你这物业公司呢 找个律师 那也不贵 是吧 都21世界了 你不经过人家允许 就私自动人家的东西 这不是土匪吗 就前不久 苏州高校 西郊猛利谱的学生 一回到宿舍 直接惊呆了 宿舍直接被搬空了 这是招贼了吗 原来呢 是准备征用 学生住的这两栋商业公寓 但是呢 这物业 既没有提前通知 也没有经过学生的同意 就直接把学生用品 给强烈打包了 很多人就说呀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无语的事 而且你征用就征用 很多空方你不用 费用人家 女生宿舍 还拿到人家的内衣和学位证 那该行为到底违法吗 这个呢 当然是违法的了 你未经居住人允许 就直接破门而入 把一个东西给打包了 虽然你不以非法战友为目的 不共同盗窃 但是这个行为呢 其实是涉嫌构成非法亲户住宅 有人可能问了 不能吧 哪有这么严重啊 人家不是有官方征用的公报吗 哎 这个确实 但是就算是征用 也应当符合征用的手续 你不能违法呀 这就和拆迁征用一样 你所有的手续和留守 必须得合法合规 你这直接用简单粗暴的方法 这任谁也接受不了啊 其次 如果该行为呢 违法了物业和学校 或者和学生签入了租赁协议的 或者你给人家东西弄丢了弄坏了 你也应当进行赔偿 关于这件事呢 我想说一下 其实学生们呢 也并不是非怎么样 毕竟也是为了防疫 但你这种处理的方式 以及盗窃的态度 除了实力人难以接受啊 这啥也没说了 就被贪赔偿吧 关注我 祝你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朗